在叢林森树中 有种真菌会感染生物 将它们变为僵尸 这种致命的真菌 以东虫下草为人知 有能力毁灭一整个种族 如果你通过触摸或呼吸 感染了这种真菌会如何? 这种真菌会把你变成僵尸吗? 这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又有多大呢? 这里是What If? 这次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受东虫下草感染的话会怎样? 东虫下草寄生 始于它的包子接触到昆虫的身体 并且于昆虫的肌肉中生根 昆虫会被包子控制 移动到适合这株真菌生殖的地方 这种真菌会强迫这只昆虫咬住一片树叶 并待在原地直到死去 这寄生物将会以宿主的生物为养分 并在树周内生长 以释放出更多包子感染更多昆虫 现在如果对象换成是你会如何? 如果这真菌寄生物能够感染人类 它最有可能透过空气传播 都市大众运输、隧道都会是你感染这种真菌的高风险地区 这株真菌可能会以类似其他寄生物的方式攻击你 当你最开始受到感染时 你会出现过去曾体会过的症状 发烧、腹部疼痛、虚弱、呕吐都有可能发生 你有可能感受到抑郁 因为冬虫下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多巴胺分泌量 部分症状你可能很熟悉 但这真菌如何在你身体散播就很陌生了 随着时间过去 这些真菌将会接管你的神经系统 既然你比昆虫大上许多 这将会花上数月 冬虫下草才能完全接管 当以上情况正在发生时 真菌也会与你的手臂和腿之间生长 当它在你的身体中散播得很足够时 它就能控制你了 你仍然可以尝试抵抗 但一旦真菌在你的体内后 你就没有太多反抗的方法了 你的脑袋仍能运作 但你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毕竟冬虫下草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繁衍 并且为了这个目的 它会将你困在一个密闭空间 以方便生长并更快速地散播于你的体内 几周之后你就会就地死亡 现在你已经死亡了 冬虫下草会继续地散播 将你变成种子实体 这时包子和真菌将会从你的身体跑出 它们会从任何没有骨头挡住的地方冒出 发生这些后 真菌和孢子可以散播得更远 感染更多人类 幸运的是 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发生 冬虫下草不会感染人类 因为我们的身体比昆虫善于攻击病原体 现在得知自己不会变成僵尸后 你可以高枕无忧啦 但与其把你变成僵尸 要是真的发生僵尸末日该怎么办 不过 那就该是另一期What If的话题啦